各位观众好 我是高雄荣总屏东分院儿童心治科的郑嘉询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儿童心治科常见的一个疾病 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ADHD四个字 它就是英文的简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代谢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这群孩子非常的特别 他们大脑的刹车系统没有一般的孩子 就是同龄的孩子来的成熟 所以他们比起同龄的孩子会更不容易专心 容易冲动甚至情绪常常失控 我们可以想象这群孩子在学校啊 在家里都会受到很多的误会 误会他们常常不专心啊 东西丢东拉西的啊 然后出门拓拓拉拉的 甚至很多事情讲过好多遍 但他们都还是忘记 但其实ADHD它是一种神经发展上的疾病 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要这么不专心 这么冲动 他们是没有办法控制 好在说这个疾病是可以治疗的 研究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治疗的过动症的孩子 因为他们成长路上经历太多这种误会 他们会比同龄的孩子有更多低自尊 情绪障碍 甚至长大会有药物滥用的问题 我们应该要及早发现这群孩子的特殊之处 并且积极的治疗 目前呢 诊断的部分还是以临床诊断为主 在儿童性治科的诊间 我们会详细的询问病情 然后配合学校老师的观察 做出综合的评估 我们也会请专业的心理师 做完整的神经心理的评估 然后并且判读 作为辅助的诊断 治疗的部分 在已经上学的小孩 就是学龄以后 我们还是以药物治疗为主 因为药物治疗才能够真正改善 他们的核心症状 但在学龄前的孩子呢 我们是以行为治疗 还有亲职教育的增强 为主要的治疗模式 那目前我们屏东分院 有提供四到六岁 过动症孩子的人际互动团体 那主要着重在 练习团体规范 情绪控管 然后增强他们注意的能力 然后还有减少冲动 这四大方面进行加强 那欢迎有需要的 嘉奖跟孩童到诊间咨询 谢谢大家